上午九點七分 全台跟著發生大停電的情況 原來台北 雙北 新竹 高雄都有停電情形 而台電稍早證實 是南部的新達電廠開關廠發生事故 導致全台大停電 機器部長王美花稍早做出說明 這樣的大停電 我們特別感到抱歉 跟大家致意 那造成特別是南部 非常的不方便 特別感到深深的歉意 那這樣的一個停電 主要是這個新達電廠的開關站 發生的事故 那發生的事故呢 就整個影響到 這個隆起變電所的一個運作 那因為隆起這個是 這個對南部的整個電廠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陸續呢 就重要的設施 趕快先恢復供電 然後家戶的部分 也會趕快來恢復供電等等 他今天解釋呢 因為全台電網相連 電網頻率都維持在60 而南部電力供需失衡的情況下 瞬間少掉了1000多萬千瓦的電力 北部中部被迫低頻卸載 來平衡電網導致停電 因為第一時間還沒有完全瞭解這個細節 不過他聽說是蹦了一聲啦 但是大爆炸應該是不是 發生事故的時候 其實被轉是有高達24%的 是非常高 那所以目前的情形是因為事故的情形 跟電力的準備跟被轉的完全沒有關係 這幾停電呢 總計影響全台灣至少超過500萬用戶 而金部長王美花表示呢 北部的用電會在中午前就會恢復 而南部地區呢 中午過後也會陸續上限 不過整體原因還需要再進一步查明 以上是新唐人亞太帝人是沈維彤 王冠林在台灣台北的採訪報導